原标题 此战差点搞跑的美国 如果不是及时抽身 恐怕笑到最后的 将是苏联从世界进现代历史来看 世界范围内曾经有一个超级强国 那就是苏联 最高峰时期 苏联命中 遍及多达2200万平方公里 人口近三亿 控制全球50多个国家 跟美国那是势均力敌 甚至在上个世纪70 80年代势头高过美国 可以说强大到了极点的地步 但是这么强大的国家 因为阿富汗战争的拖累 而且苏联没能及时抽身 使得苏联没能笑到最后 走向两截体 现在消失已经快30年了 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可惜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冷战倒下的可能是美国 下面这场战争差点拖垮了美国 如果不是其及时抽身 恐怕笑到最后的将是苏联 这场战争就是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整个二战后 世界现代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美国从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 整整大了20年 而别看越南是小国 但是美国差点的越南帆船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直接被越南战争拖累 从一开始 美国就进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美国在无数战机 海克军舰 导弹的配合下 对越南进行全方位的轰炸 但是 却无法消灭越南军队 反而使得越南军队 开始全面的游击战 不间断地对美军展开打击 杀伤美军 使得美军无法脱身 又没办法胜利 于是 美国被迫不断地大规模投入 军费投入 军队投入成为财政的最大的负担 直接进入了战争的漩涡 就像后来的苏联在阿富汗一样 为此 在20年的战争中 美国伤亡多达30多万 军费损失经济损失 多达万亿美元的天量 使得美国国内为此 甚至发生经济危机 经济被严重拖累 很多人一直不理解 越南这么小的国家 为何这么难挡呢 其实不是越南厉害 而是当时苏联和我国在背后之 十 跟美国玩消耗 美国一个国家 消耗两大强国 能不拖累吗 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测 美国如果继续在越南战斗下去 死活不退的话 那么再用不了十年 第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美国 第一个被战争拖垮的 也很可能就是美国 因为作为超级大国 打不过小国越南 那是很没面子的 所以为了大国颜面 也会坚持 一旦如此 美国被拖垮也就不远了 但是美国这一点明智的是 及时承认失败 在1975年 快速的抽身 直接不管着 及时的止损 而且不光抽身 还跟我国改善关系 对苏联保持守势 这样赢得了喘息之计 美国利用此 在国内恢复经济 不断提升军事科技 养精蓄锐 而苏联却开始陷入战争 首先是对越战争 还有阿富汗战争 还有非洲的战争 使得苏联开始进入拖垮状态 其实 苏联如果早点像美国一样抽身 也没事 但是苏联的后继领导人 为了死要面子 都死撑局面 使得战争的枯露越来越大 到最后这个枯露都填不满 国家只能走向解体了 所以苏联倒了 反而美国笑到了最后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美国还是比苏联要更加务实 这也是其能笑到最后的关键 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越南战争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